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同大家提一宗是澳門所發生的罪案 一宗罪案我在澳門日報看到 司警說偵破了一宗用背面油包混毒案件 拘留了一名涉嫌負責接收包裹的越南女外傭 亦包括邊搜出冰毒、毒安童、遙頭縣等毒品 一共值21.5萬 司警以不法犯毒罪,將這名外傭移送到檢察院徵辦 這名涉嫌女外傭31歲 越南籍報稱自己是做按摩師 司警說為打擊不法分子,在疫情期間透過郵寄方式 將這毒品偷運到澳門,加強情報方面的搜集及分析 之前對比一宗上下的案件分析 知道原來有不法分子透過游記方式 將東南亞毒品偷運到澳門 所以做了一個鑑控及鎖定今次女子身份 去到上個月29日下午,司警發現另一名越南女子 去中區某一個代收點,領取郵包後回到同區住宅 然後捉了她,結果在郵包裏面發現有12個杯麵 其中10個杯麵裏面發現有18個毒品 亦包括有49克冰毒、48.3克綠岸銅 另外兩個杯麵裏面裝著59粒 懷疑是搖頭丸的藍色藥丸 經過查證,她承認協助他人收取郵包 但對其他東西沒有說到,亦拒絕透露 其實看回那些杯麵,都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個都有毒品 這樣都真是幾明目張彈 因為你這樣運貨過來,其實那些機器一個一個大概就知道是甚麼事 這單案按照現在這樣看,估計都很難捉到幕後的真兇 因為她是找了中間人,又找了代手去收 最近澳門除了騙案多了之外,就連在這些販毒的案件或賣毒品的案件 亦都是多了不少 之前亦都是有很多外籍人士在澳門做販毒的 可能已經是變了做有一個生態鏈在這裏 如果大家見到有這樣的事的話,記得去報警舉報啦 因為這些毒品如果流入市面的話,影響都不會小的 好了,我們今集先為大家看到這裏,大家有甚麼想說 下面留個言,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